说在锦州滨海湿地出现了几只丹顶鹤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食尔闲停信步 今日得宽于食尔低头觅食 是 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世界级真琴丹顶鹤首次在锦州市跃动 我们马上来欣赏一下 真的呀 近日 锦州市野宝志愿者渔恋 在冬季巡护中发现有四只丹顶鹤 从大灵河入海口飞过小灵河入海口 于是一路跟踪并每天观察记录其动态 这四只丹顶鹤大概我们是19号 11月19号第一次发现的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它正在是从大灵河口那边的滨海公路上空看见它们的 大概有四只吧 我一看飞行高度特别低 我就觉得应该是要落地的样子 然后我就从那边跟着过来 为了不打扰丹顶鹤 渔恋趴在滨海湿地小灵河河堤的雪中 潜伏了半个多小时 发现其中一只丹顶鹤腿部带有一个红色环制 渔恋就通过网络找到了国家环制中心 国家环制中心前往玩教授他们告诉我 他说这是我们2018年的放飞的人工鹤 那他的野外已经繁殖成功了 今年我们看到他有两只那个两只幼鸟 他说去年他们都没迁徙 今年他们迁徙过来了 迁徙了整个家庭这么迁徙是挺罕见的 他说你在那边帮我照顾着点 丹顶鹤逐步适应了在锦州的生活 生活作息规律 健康状况良好 随着锦州的自然环境逐年改善 今年小灵河口变得热闹了起来 不仅吸引了珍贵客人光临 甚至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野生保护动物 留下来过冬 过去主要是灰鹤和白头鹤 白头鹤比较少几只在这边越冬 但是今年的小灵河口有四种鹤在锦州越冬 至少在越冬季他们还在 十二份他们具体牵不牵走 不好说 但是牵走的可能性不大了 所以说今年在小灵河口的生态环境 按照我们现在的看起来 比往年是要好的 锦州云世界小灵客家乡 您瞧这对了